另外工商讯息方面提供您的是北美现代汽车日前宣布推出2017年款全新Elantra车型 新车不仅仅在动力系统上全面升级 现代汽车还为它加配了多种领先同级别车型的安全性能和高科技性能的配备 全面满足了现代车主的需求 务求能够延续品牌里面全球最畅销车型的美誉 收看我们详经报道 2017年全新Elantra车身采用更具备流体雕塑的线条设计 前保险杠两侧垂直LED日间行车灯旁还加入了高性能前轮器目 显著降低行车间的空气阻力 凸显现代设计风格的同时也更符合动力学原理 除了在外形上有了突破 针对越来越注重汽车安全性能的华裔民众 现代汽车还为2017Elantra加入许多安全科技设备 其中包括同级车型首创的行人侦测系统 汽车运用前方雷达和摄像头 经由感应器侦测车辆或行人 并针对潜在的碰撞给驾驶者发出警告 如果司机并没有对情况做出及时反应 该系统将自动介入 采取紧急刹车 北美现代汽车客户经理表示 新款汽车不只是得到了外部改进 车内科技也得到了升级 它所包含的所有安全 比方说自动紧急刹车 你在开车的时候有时候不小心 它会自动帮你刹车 像盲点警示器 有时候我们在换道的时候 会担心旁边的车冲撞到你 那我们会有盲点的这些警示 其实这些安全的设计 也就是现代汽车一直秉持的 以一个人性为出发点的精神 希望创造一个好的汽车 然后帮助消费者在开车上 行驶的安全跟安心 最新数据显示 美国人每年平均花费 近300小时开车 汽车已经成为很多人生活中 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近年汽车公司在提升其汽车 安全性能的同时 也加入了大量智能科技 提升各自的性价比 2017 Elantra也贴心配备了 包括记忆系统电动座椅 双区域温度调控 等同级车型首创便利配备 我们想让人们有的技术 我们想要的技术 所以我们做的是 把技术充分析的技术 能够支援 2017 Elantra 提供电动座椅 它会有7英尺显示 与显示电动座 你能够接触你的iPhone 或Android 并能够接触你的电动座椅 所以你能够用 你的电动座椅 所以这就是货席者想的 他们也想要更多的技术 所以我们会有充满USB充分析 所以驾驶和飞行员 可以充满手椅 Elantra在17,150元 100元 比较充分析 所以我们非常感兴趣 2017全新Elantra 将与以往一样 分为SE Eco 和Limited 三款不同配置的车型 根据北美现代汽车介绍 SE和Limited款 Elantra已经上市 而预计将达到 35平均MPG的Eco款 将在今年夏天推出 天下卫视记者 马骏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